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471期英国经典文学名著 Emma 作者 Jane Austen 第三卷第十七章 维斯顿太太的朋友们都为她的平安分娩 感到高兴 Emma知道她身体健康 很是满意 如果这种满意还能再增加的话 那就是知道她成了一个小女孩的母亲 她一心巴望有一个威斯顿小姐 她不愿承认那是因为以后可以给她做个媒 把她嫁给Isabel的哪一个儿子 但是她坚信一个女儿对父亲和母亲来说 都是最合适不过的 威斯顿先生年老以后 甚至威斯顿先生也许十年以后也会变老的 有一个永远不离开家的孩子 用嬉戏废话任性和幻想来活跃她 炉边的气氛 那将是她的一大安慰 对威斯顿太太也是个安慰 有个女儿对她来说是最好的 这点没人可以怀疑 而且任何一个那样善待教育孩子的人 不再一次发挥 发挥自己的才能 也是很可惜的 她已经有了在我身上实践的有利条件你知道 她继续说 就像德莱里夫人所写的阿德莱德和西奥德里的达尔曼男爵夫人 在道斯达里里伯爵身上实践的那样 现在我们将可以看到她用更完美的计划来教育自己的小阿德莱德了 那就是说 乃特里先生回答说 她对她甚至会比对你更加纵容 而且相信自己根本没纵容她 这将是唯一的不同 可怜的孩子 埃玛大声说道 那样的话 她会成为什么呢 不会太坏 那是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小时候最讨厌 使得小时候是讨厌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改正过来的 我渐渐失去了对娇生惯养的孩子的厌恶心情 我最亲爱的埃玛 我的一切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要是对他们太严厉了 那岂不是忘恩负义吗 埃玛大笑着回答 可是我得到了你的帮助啊 使你竭力抵消了别人的纵容 我怀疑没有你的帮助 我自己的理智是否能让我改正过来 是吗 我倒并不怀疑 造物给了你理解力 泰勒小姐给了你原则 你肯定会很好的 我的干预对你有益 但也很可能有害 你很可能说 他有什么权利来教训我 我怕你也很可能觉得这样做讨厌呢 我不相信我对你有什么益处 益处都是我自己得的 使你成了我热恋的对象 我想 是的 我想起你就禁不住爱你 包括缺点和一切 而且因为想象出许多错误 至少从你13岁起 就爱上了你 我肯定你对我有益 艾玛大声说道 我已经受到你的良好影响 比我当时承认的还要经常 我完全肯定你对我有益处 如果说 可怜的小安娜 维斯特会给宠坏的话 那么除了在他13岁的时候 爱上他以外 你像以前带我那样来对待他 那就是最大的仁慈了 你小时候有多少次 露出你那副调皮的神情对我说 Natalie先生 我要做这个 爸爸说 我可以做的 或者说 泰勒小姐同意的 你明明知道我不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干预 使你起了双重恶感 而不是一重 我当时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呢 难道 你要这么深情地 记住我的话了 Natalie先生 你总是称呼我 Natalie先生 而且出于习惯 听起来 并不那么一本正经 然而现在 却是正经的 我要对你 是的 我要你 对我用别的称呼 我可又不知道 用什么称呼好 我记得有一次 大约十年以前吧 我一时亲热起来 叫你 George 我这样叫 是因为我以为这样 可以惹你生气 可是你没反对 我也就不再这么叫了 现在 你不能叫我 George吗 不可能 我永远 只能叫你 Natalie先生 我甚至不能答应你 Your Aaron太太 那种漂亮的 简短叫法 称你 Night先生 可是 我会答应 他马上一边大笑 一边红着脸 补充说 我会答应 用你的叫名 叫你一次 我不说在什么时候 可是 你也许可以猜到 在什么地方 再不管处于 顺境 还是处于逆境 N 去M 的那所房子里 他的高超见解 本来可以帮他 一个大忙 可以给他一个劝告 把他 从他所犯下的 女性最蠢的蠢事 他跟 哈利艾特 士密斯的那种 任性的亲密关系 中解决出来 可是 他没有坦率 而公正地 对待他的 这一重要帮助 他为这感到悲哀 但是这个问题 太微妙了 他没法谈 他们两人之间 很少谈论 哈利艾特 这在他那方面 也许 只是由于 没想到他 可是Emma 却宁肯 把他 归因于 问题棘手 归因于 他已经从表面现象 采取他们的友谊 不如以前 他自己注意到 如果换了 在别的情况下分手 他们的通信 肯定会更多 他的消息 来源 也不可能 像现在这样 几乎完全 依靠 伊特贝尔的信件 他 也许 看出了这一点 不得 不向他隐瞒 这痛苦 并不亚于 使 哈利艾特悲伤 而 感到的痛苦 伊特贝尔像 预期的那样 很好地 写了有关 他客人的情况 认为他刚到时 神情沮丧 这看来 完全是自然的 因为要去看牙医 可是 那件事干完以后 他似乎觉得 哈利艾特 并没跟他 闲前看到的 有什么不同 当然 伊特贝尔 并不很善于观察 但是 如果哈利艾特 没心思跟孩子们玩 他一定 也会看出来 哈利艾特 能多住 一个时期 他的两个星期 很可能要延长 到至少一个月 这是艾玛的宽慰 和希望 能很好地 保持下去 庄 奈特利夫妇 将在 八月份来 他们 留他 就到他们 能把他 带回来的时候为止 庄 甚至 没提到你的朋友 奈特利先生说 如果 你想看看的话 这就是他的回信 这是听到 他打算 结婚的消息以后 他弟弟 写给他的回信 艾玛急忙伸手 去接信 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 他 对这件事 是怎么说的 听说 没提到他的朋友 也 一点没理会 庄 怀着 兄弟情谊 为我高兴 奈特利先生 接着说 可是 他 不会 公为人 同样的 尽管 我知道 他对你 怀着最亲切的 兄弟情谊 他却 绝不会说的 天花乱坠 换了任何 别的女人 也许会 以为 他的赞美 太冷淡了 不过 我不怕 让你看看 他写了些什么 他是像一个 通情达理的人 那样写的 艾玛看过信 以后回答 我 敬佩他的真诚 显然 他认为 订婚的幸运 全都在我家方面 可是 他还是抱着希望 认为到时候 我 会配得上 你的爱 正如 你已经认为 我 配得上那样 他要 不是这样说 我 倒还不相信他呢 我的艾玛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只是 如果我们 可以毫不客气 毫无保留的 就这个话题 讨论的话 那么 在对两人的评价方面 他和我 文奇很小 他认真地 微笑着 打断他的话说 也许 比他注意到的 还要小得多 艾玛 我亲爱的艾玛 哦 他更加快活地 嚷了起来 要是你认为 你弟弟 对我不公正 那只要等到 我亲爱的父亲 知道 这个秘密以后 听听他的意见吧 毫无疑问 他对你 会更加不公平 他会认为 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利益 都在你那方面 所有的优点 都在我这方面 但愿 我不要马上 就听到他说 可怜的艾玛 对于受委屈的好人 他的怜悯 不过如此 哦 他嚷道 但愿你父亲 能像壮一半 那样容易被说服 相信 我们俩同样好 完全有权利 在一块 过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壮心里 有一个部分 很有趣 你注意到了没有 他说 我的消息 并没有使他 完全感到惊奇 他有点料到 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如果我了解 你弟弟的话 那么 我看他 只是 执你打算 结婚这件事 他没想到是我 对这一点 他似乎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对 对 可是 我觉得有趣的是 他居然 能这么深地 看出我的心情 他凭什么 判断的呢 在我的情绪 和谈吐中 我没觉得 有什么可以使他 现在 比任何别的时候 更想到 我要结婚呢 可是 我想 是这个情况 也许是 那天 我待在他们那 现在跟以往 有些不同吧 我相信 我跟孩子们 玩的不像平时 那样多 我记得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那几个可怜的男孩说 伯伯现在 好像老是很累 现在 到时候了 应该把消息 进一步传播开去 试试别人 听到以后的反应 维斯特太太 体力一恢复到 可以接待 伍德豪斯先生的访问 艾玛就想到 要在这件事上 运用一下 她的委婉的说理 决定先在家里宣布 然后 再在伦德尔寺宣布 可是 如何向她父亲 说 毕竟是个问题 这件事 得由她自己 在纳特里先生 不在的时候办 否则的话 一旦到这个问题 她就会 失去勇气 那就要推迟了 可是纳特里先生 在这样一个时刻 会来到的 会接着她开的头 把这话说下去 她不能不说 而且还得快快活活地说 她绝不能 自己用悲哀的语调 使这件事 比较肯定地 成为她的一个 痛苦的话题 她不能显得 自己认为 这是件不幸的事 她鼓足勇气 先是让她 有个思想准备 知道 要发生什么 奇怪的事 然后 再用几句话说 如果能得到 她的同意和赞许 她相信 这是不难得到的 因为 那是个 促使大家 更加幸福的计划 她和纳特里先生 打算结婚 这样 她就可以经常 在哈特菲尔德 作伴 她知道 她父亲 除了爱自己的女儿 和 维斯特太太一般 就最爱这个人了 可怜的人 一开始 她大为震惊 真心 劝她 别这么做 还一再提醒她 她过去 一向说她 永远不结婚 并且 要她相信 对她来说 独身 要好得多 还 谈起可怜的 依赞比尔 和可怜的 台大小姐 可是不行 艾玛 亲亲热热的 缠住她不放 笑颜颜的 说 非要结婚不可 还说 她不能把她 归入 依赞比尔和 维斯特太太 那一类 他们一结婚 就离开 哈特菲尔德 的确 起了可悲的变化 可是 她 并不离开 法德 是的呀 并不离开 哈特菲尔德呀 她 将永远 留在这 除了人数 多一点 日子过得 更舒适以外 不会有任何变化 她肯定 她一旦 习惯了 这个想法 又 奈特利先生 经常在身边 她只会 快活得多 她不是挺喜欢 奈特利先生的吗 她知道 对这一点 她不会否认 她有时 总是跟 奈特利先生商量 除了她以外 还跟谁商量呢 还有谁 对她 这样有用 这样乐意 给她写信 这样高兴 帮助她呢 还有谁 这样愉快 这样体贴 这样爱她呢 难道 她不希望 她老是 在身边吗 对 这一切 完全都是事实 奈特利先生 她不会嫌多的 每天都看到 奈特利先生 她只会高兴 可是现在 他们已经每天 都看到 奈特利先生了 为什么 不能像以往那样 继续下去呢 伍德浩斯先生 一时说不通 可是 最大的困难 已经克服 这个想法 已经告诉了她 余下的 只好有时间 和不断重复 来解决了 奈特利先生 紧接着艾玛 也做了一番 恳求和保证 她充满爱意地 赞美她 甚至使这个话题 受到了欢迎 不久 两人都 一有适当机会 就跟她谈 这个问题 她也就听惯了 他们得到了 伊斯贝尔 所给予的 一切帮助 她写了来信 表示 极力赞成 威斯坦太太 在第一次会面时 就从乐于助人的角度 来考虑这一问题 首先 爸就看作一件 已经决定了的事 其次 是看作一件好事 他很清楚 要说服 伍德浩斯先生 这两点 几乎是同样重要的 正如安排的那样 大家都一致同意 过去他信赖的 几个人 个个都向他保证 说 这是为了他的幸福 而他自己呢 也有点想承认 是这么回事 所以 他就开始认为 如果一定要结婚的话 那么过一阵子 或许 过一两年 结婚 可能 并 不是件 那么坏的事 威斯特太太 在说服他时 并没装甲 流露出的感情 都是真的 在艾玛第一次 又把这消息告诉他时 他从没比这时更吃惊过 可是 他觉得 这只会使大家更加幸福 所以 毫不犹豫的竭力 劝他统一了 他很尊重 奈特里先生 认为 他甚至 配得上 娶他 最亲爱的艾玛 而且 从各个方面考虑 这都是一门 如此合适 般配 和 完美的亲事 而且 在某一方面 在最重要的一点上 是 特别适当 特别幸运 他现在似乎觉得 艾玛要是爱上了别人 就不可得安全 他还觉得自己 是个最笨的人 居然 没能早想到 这门亲事 并且祝愿他们成功 有地位的人当中 能够向艾玛求爱 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家 搬到哈特菲尔德 来住的是 多么少啊 除了奈特里先生 有谁能够了解 并且容忍 伍德浩斯先生 做出这样一个 可取的安排 他丈夫 和他自己 在为 弗兰克和艾玛 策划 浑事时 老是 感到可怜的 伍德浩斯先生 难以安排 如何 解决 恩斯科姆和 哈特菲尔德的权利 一直是个障碍 菲苏特先生 不像他想的 那么困难 可是甚至连他 也 至多只能说 这么句话 来结束这个话题 这些事情 自会解决的 年轻人 总是会想出办法的 可是现在 并没什么 要推到以后 去碰印去解决 一切都正当 坦率 平等 双方 都没什么 值得一提的牺牲 这门青士 本身 就很有希望 获得幸福 没有什么真正的 合理的困难 来阻挠 或者推迟他 威斯特太太 把他的婴儿 抱在漆上 沉浸在 这样的思考中 她是世界上 最快活的女人 如果说 还有什么 能够使她 更加高兴 那就是看到 这婴儿 长得快 她的第一批帽子 马上 就要 显小了 这个许信 传到哪里 就在哪里 引起了惊奇 威斯特先生 也惊奇了五分钟 可是 他思维敏捷 五分钟 就足以 让他了解一切了 他看出 这门婚事的好处 怀着他妻子 一贯的信念 为这件事高兴 可是惊异 马上 就过去了 一小时以后 他 都快相信 自己早就 料到 有这一步了 我断定 这件事 还是个秘密 他说 这些事情 再被人发现 传到人人皆知 以前 总是个秘密 只有在我可以 说出你的时候 才告诉我 我不知道 姐 有没有猜测过 第二天早上 她去海伯利 把这个问题 弄清楚了 她把消息 告诉了她 她 不就像是个女儿 她的长女吗 她非告诉她不可 当时贝斯小姐在场 她当然力气 把消息 又告诉了 可尔太太 佩瑞太太和 埃尔伦太太 这也不过是个 两个当事人 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他们已经 估计过了 在伦德尔斯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要过多久 会传遍海伯利 他们正在 十分敏锐地想象 自己成了许多人家 在黄昏时 惊诧的 议论的 忠心 一般说来 大家都赞成 这本亲事 也许 有人会认为 她很幸运 而另外一些人 认为 她很幸运 也许 有些人建议 他们住到 登贝尔去 把亥特菲尔德 让给 John Natalie 另外一些人 也许会预料 他们的仆人中 会出现不和 不过 总的说来 除了一家人家 牧师家以外 没有什么 真正的反对 在牧师家 惊奇 没有被 欣喜 所软化 同她亲自相比 艾伦先生 对这件事 并不关心 她只是希望 这位小姐的傲慢 现在可以得到满足了 而且认为 她一直是想尽可能的 勾引 奈特利 谈到 住在哈特菲尔德 这个问题时 她可以大胆地嚷道 她能这样 我可不能 可是艾尔顿太太 却真的感到 十分不安 可怜的奈特利 可怜的家伙 对她来说 这是件悲哀的事 是的 可悲的事 我很关心 因为她尽管十分古怪 却还是有许多的优点 她怎么会上这个当呢 根本没有想到 她会谈恋爱 一点也没想到 可怜的 奈特利 以后 不可能跟她一块地往来了 以前不管什么时候请她 她 都会多么愉快地 来 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可现在 这一切 都要结束了 可怜的家伙 再也不会 为我准备去 登维尔游玩的聚会了 啊 不会了 有一个 呆特利 太太 会给这一切 都喷冷水 透晕透顶 那天 我骂过 那个管家 一点也不后悔 住在一起 真是个叫人震惊的计划 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哇 知道枫树林附近 有一家人家尝试过的 一个季度还没过 就不得不分开了 艾玛 第三卷 第十八章 时间 一天天过去 再过几个明天 从伦敦来的那伙人 就要到了 这是个惊人的变化 一天早上 艾玛正在想 那一定会 使她非常激动和痛苦 这时 奈特利先生 走了进来 于是 这些令人痛苦的想法 就给 撇在一边了 她起心快活地 聊了一会儿 然后 沉默下来 接着 用较为严肃的语调 开始说 我有件事 要告诉你 艾玛 一个消息 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她赶紧抬起头来 看她的脸 问道 我不知道应该说 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哦 我看准是好消息 我从你脸上看出来 你在竭力 忍住笑 我担心 她 使脸色平静下来 说道 我很担心 我亲爱的艾玛 你听了以后 就不会笑了 真的 为什么 我简直不能想象 有什么事 能使你高兴 或者好笑 而不能使我也高兴 或者好笑的 有一件事 她回答道 我希望 只有这一件 我们的看法不同 她停了一会儿 又笑了 眼睛 盯着她的脸 你 没想到吗 你没想起来吗 哈利艾特 史密斯 她一听到这个名字 脸下就红了起来 她觉得害怕 虽然自己 也不知道究竟 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 今天早上 接到她的信了吗 她大声说道 我相信 你一定接到了 一切都知道了 不 我没有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告诉我吧 我看 你是准备 听到最坏的消息了 的确很坏 哈利艾特 史密斯 嫁给 罗伯丁 马丁了 艾玛 吓了一跳 看来她好像 没有思想准备 她急切地 瞪眼 看着她 那眼神 再表示 不 这不可能 可是她的嘴巴 却紧紧闭着 是这样 真的 乃特里先生 继续说 是 罗伯丁 亲口告诉我的 她离开我 还不到 半个小时 她还是露出 那最说明问题的 精益神态 望着她 正如我担心的 我的艾玛 你不喜欢这件事 但愿我们的看法 能一致 可是到时候 会一致的 你可以肯定 过去时候 我们两人当中 总会有一个人 改变看法的 在这一切 我们不必 多谈这个问题 你误解了我 你肯定误解了我 她竭力地表白说 倒不是这件事 现在会使我不高兴 而是 我不能相信 看起来不可能 你不会是说 哈利艾特史密斯 已经答应嫁给 罗伯特 马丁了吧 你不会是说 她已经 又向他 求过婚了吧 已经 你只是说 她打算 这么做事吧 我是说 她已经 这么做了 乃特利先生 微笑着 斩钉截铁地说 而且 她已经答应了 天哪 她嚷了起来 哈 然后 求助于 她就活去栏 截子 低下头去 不让她 看见 她的脸 她知道脸上 一定流露出了 又高兴 又觉得 好像的 微妙表情 她不重说 好吧 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爸 就给我说说明白 怎么样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让我全都知道吧 我从来 别有 比现在 更惊奇过 可是 这 并没使我不高兴 你可以放心 这怎么 怎么可能呢 事情 很简单 三天以前 她有事进城去 我要她把我要送给John的信件带去 她到John家里 把信件交给了她 John 请她那天晚上 同他们一起去 阿斯特里剧场 他们要把两个大男孩带去 同去的 有我们的弟弟 姐姐 Henry John 还有史密斯小姐 我的朋友Robert 没法拒绝 他们顺路 去找了她 大家都玩得很痛快 我弟弟请她第二天 跟他们一起吃饭 她去了 我想 就在那次访问中 她有机会 同 哈利艾的说话 肯定 是 没有白说 她答应了她 使她高兴得不得了 是应该高兴啊 她乘昨天的车子回来 今天早上 一吃好早饭 就跟我在一起 谈了她办的事情 先是我的事 然后是她自己的 怎么样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我能说的都说了 你看到你的朋友 哈利艾特的时候 她会把经过情况 给你讲的详细的多 她会把所有的详情细节 都讲出来 只有女人的语言 才能讲得有趣 我们在交谈时 只讲大等 不过 我得说一句 在我看来 Robert Martin 似乎 极情澎湃 他说起过 说得 很不得要理 他们要在 阿斯特里 离开包厢时 我弟弟照亮着John 乃特里太太 和小壮 她跟着 史比斯小姐 和Henry 跟在后面 有一个时候 人很拥挤 使史比斯小姐 感到相当不安 她住口不说了 艾玛 不敢马上接口 她肯定 一说话 就会泄露出来 一种非常 不尽情理的喜悦 她得等待片刻 不然的话 她会认为 她发疯了 她的沉默 使她担心起来 她朝她 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说下去 艾玛 我亲爱的艾玛 你刚才说这件事 现在 不会使你不高兴 可是我在担心 这给你的痛苦 比你意料的要多 她 地位低 是个不幸 但是你得把 这看成是 使你的朋友 满意的事 而且 我担保 你跟她熟悉了以后 会越来越觉得她好 她的良好理智 和良好原则 会使你高兴的 论人品 你不能希望你的朋友 嫁一个比她 更好的人了 只要我办得到的 我肯定会改变 她的社会地位 这 就很 说明问题了 你可以放心 艾玛 为了 威廉拉锦斯 你笑我 可是 我也同样离不开 罗伯特马丁啊 她要她抬起头来 笑笑 由于现在 已经能使自己 不笑得过分 她便照办了 快活地答道 你不必上会苦心地 来说服我 赞场这枚心事 我想 哈利艾特 做得好极了 她的亲戚 很可能 还不如她的呢 至于可今的品行 我们无疑是不如她的 我沉默 只是因为惊奇 太惊奇了 你想象不到 我觉得这件事 来得多么突然 我多么奇怪 毫无准备 因为我有理由 相信她最近 比以前 更坚决地反对她 要坚决地多呢 你应该最了解 你的朋友 奈特里先生回答 不过 我得说 她是个性情和善 心地温柔的姑娘 不大可能 坚决反对任何 向她吐露真情的 年轻人 艾玛回答是 忍不住大笑起来 说真的 我相信 你跟我一样了解她 可是 奈特里先生 你是不是完全相信她 已经肯定 而要爽直地 答应了她呢 我想 到时候 她也许会答应 但是 已经答应 这可能吗 你不会误会了 她的意见吧 他们俩 都在讨论别的事情 谈论生意了 牲口展览了 或者新的播种机了 这么多事情混在一起 你不会误会了她的意见吧 她能肯定的 不是哈利埃特 答应嫁给她 而是 某条 两种公牛的身体 有多大吧 这时 艾玛强烈地感觉到了 奈特里先生 和 罗布特 马丁两人之间 在容貌和风斗方面的 鲜明对比 她还清楚地回想起了 哈利埃特最近的情况 哈利埃特 用强调语气 说的那些话 不 我希望 我还不至于 去 会想到 罗布特马丁 还在耳边回想 所以 她真的希望 这个消息 能在某种程度上 被证明 是不可靠的 不可能 不是这样 你敢 这么说话吗 奈特里先生 大声说道 你敢认为 我是那么个大傻瓜 连别人说的什么 都不知道吗 你 该得到什么回报啊 哦 我总是觉得 应该觉得最好的对待 因为 我从来不能容忍 别的 所以 你得给我一个明白的 直接了当地回答 你完全肯定 你了解 马丁先生 和 哈利艾特 现在的关系吗 我完全肯定 她回答 说的 一清二楚 她告诉我 她已经答应她了 她用的词句里 没有什么 悔色和 含糊的地方 我想 我还可以 给你一个证明 证明事实 就是这样 她征求我的 意见 问我她现在 该怎么办 除了高德的太太以外 她不认识什么人 可以让她 去打听 她亲戚朋友的消息 除了建议 她去高德的太太家以外 我还能提出 什么更适合的消息呢 是的 我还能提出 什么更合适的建议呢 我向她保证 我提不出来 她说 那她 只好今天 就去看她 我完全满意了 艾玛露出 最欢怪的笑容回答 最忠心地 祝愿她们幸福 从我们上次 谈论的 这个问题以来 你的变化可真大呀 我希望如此 因为那时候 我是个傻瓜 我也变了 因为 我现在愿意把 哈利艾特的 优良品质 全都归功于你 为了你 也是为了 Robert Martin 我一向有理由认为 他跟以往一样爱他 我已经做出努力 去熟悉他 我常常跟他诚谈 这你一定看到了 有时候 我的确以为 你有点怀疑 我在为可怜的 Martin的事辩护 其实 绝不是这回事 可是 根据我所观察的 我相信 她是个毫不虚伪的 和蔼可亲的姑娘 有很好的见解 很严肃的 良好原则 把她的幸福寄托在 家庭生活的 情感和美满之中 我不怀疑 这里面 她有许多 都要向你 道谢的呢 我 艾玛摇摇头说 哦 可怜的哈利艾特 然而 她马上就 突然停住 默默地接受 略微有点 过分的赞美 不久 她父亲过来了 他们的谈话 就此结束 她并不感到遗憾 她要一个人待着 她心里 又是激动 又是惊异 没法镇定下来 她处于那种 要跳舞 要唱歌 要大叫大嚷的 心情之中 她要在四处走动 自言自语 放声大笑 和默默沉思以后 才能做出 什么合理的事情来 她父亲进来 是要告诉他们 詹姆斯去背马了 为他们每日一次的乘车 去伦多尔斯访问 做准备 她 这就立刻有了一个 可以脱身的借口 她感到快活 感激 和极度喜悦 是不难想象的 哈利艾特将来的幸福中 可能会遇上的 唯一的痛苦和不快 就这样消除了 她的确有可能 过分高兴的危险 她还希望什么呢 什么也不希望 只希望 更配得上她 她的意向和判断 一向都比她自己的高超 什么也不希望 只希望她过去的纯举 带来的教训 能使她以后 谦虚谨慎 她真诚 非常真诚地 满怀感激 下定决心 然而 有时在这中间 还忍不住大笑起来 她准是 为这样一个结局而大笑 五个星期以前 那么悲痛失望 竟然 有这样一个结局 这样一颗心 这样一个 哈利埃特 如今 她回来 将是一大乐事 一切将都是乐事 熟悉 罗布丁巴丁 也将是一大乐事 在她那最真诚 最由衷的幸福当中 有一个想法 占着主要地位 那就是不久以后 她就没有必要 再向奈特里先生 隐瞒任何事情了 她很讨厌地掩饰 含糊神秘 也马上可以过去了 她现在能够指望 对她完全 推心致富了 这是她的心情 很乐意作为 一项责任来履行的 她在最欢快的心情中 跟她父亲一起出发了 并非一直在听 却一直在对她 说的话表示同意 或者是出声的表示同意 或者是默许 反正她纵容父亲 对自己蜿蜒相劝 说她每天都得去 伦德尔斯 否则可怜的 维森特太太会失望的 他们到了 维森特太太一个人 在会客厅里 可是他们刚听到了 婴儿的情况 伦德豪斯先生刚得到了 她要的 对她来访所表示的感谢 就隔着百叶窗 瞥见有两个人 在窗口附近经过 是弗兰克和菲尔菲斯小姐 威斯特太太说 我刚要告诉你们 看到她今天一早就来 我们呀又惊又喜 她要待到明天 菲尔菲斯小姐被说服了 来跟我们一起过一天 我想他们要进来了 半分钟以后 他们就到了屋里 艾玛看见了她 很是高兴 但是双方都有几分困惑 都有许多令人发窘的回忆 他们乐意地含笑见了面 但是都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一开始 没说什么话 等到大家宠佑坐了下来以后 又是一阵沉默 这是艾玛开始怀疑 原先早就希望 再看到 弗兰克 求求 希望看到她 和她同建在一起 现在看到了 是否会感到 应有的高兴呢 但是 等到威斯特先生来了 婴儿也抱进来以后 这 就不再缺乏话题和热闹了 弗兰克 求求 也不再没有勇气和机会 来走到她跟前说 我得感谢你 五代豪子小姐 威斯特太太在心里 说 你好心宽恕了我 我希望时间 并没使你减少 对我的原谅 我希望你不要 收回你当时说的话 不会的 真的 艾玛很高兴 能开始交谈 大声说道 绝对不会 能看见你 跟你握手 并且亲自 祝你幸福 我特别快活 她有衷地向她道谢 又怀着真诚的感谢 和快活的心情 继续说了一会儿 她看上去 不是很健康吗 她把眼光转向 金 说道 不是比她以前还好吗 你瞧我父亲和 威斯特太太太 多么疼她 可是不久 她的兴致又高了起来 再提到正在等 坎贝尔一家回来以后 她露出含笑的眼神 说出了 迪克逊的名字 艾玛 羞红了脸 不许她在她面前 说这个名字 哇 一想到她 她嚷道 就感到非常羞愧 羞愧全是我的 她答道 或者说应该是我的 可是你真的 没猜疑吗 这是可能的吗 我是说最近 我知道 早些时候 你是没有猜疑 我向你保证 我一直丝毫没有猜疑 那似乎很奇怪 我有一次差点 我倒希望你那么做 那样会好一些 不过 我常常做些错事 很荒谬的错事 对我毫无用处 要是我向你透露秘密 把一切都告诉你 那么 这个过错 就会小得多 现在不值得后悔了 Emma说 我希望说服 我舅舅来伦德尔斯访问 她宠又说道 她想看看她 等堪贝尔加回来以后 我们将去伦敦 跟他们见面 我想 在那儿要带到我们 可以把她带到北方去的时候 可是现在 我离她那么远 这不叫人难受吗 我的好思想见 从和好的那天以来 我们直到今天早上 才见面 你不可怜我吗 Emma非常亲切地 表示了她的怜悯 她竟然 一阵高兴 嚷了起来 哦 顺便问一声 然后 她放低声音 一时显得一本正经 我想 乃特尔先生身体好吗 她顿住 不说了 她脸上 泛起了红韵 大笑说 我知道 你看了我的信 我想 你也许还记得 我对你的祝愿 让我也 向你祝贺吧 说实话 我听到这消息 很是关心 也很满意 她是个 我不敢忘加赞美的人 Emma很高兴 只希望她继续 这样说下去 可是 她的心 一下子就转到了 她自己关心的事情 和她自己的 健身上去了 她接下来说的话是 你看到过 这样的皮肤吗 这样光滑 这样娇嫩 而又不是 真正的白皙 你不能说它白 这是一种 不平常的肤色 黑黑的睫毛 和头发 一种 非常特别的肤色 小姐有这样的肤色 真是特别 正好有适合美人的 那点红润 我一向羡慕她的肤色 Emma调皮地说 可是 难道我不记得 你以前还天三 挑四地 显她皮肤白 苍白呢 那是在我们第一次 谈记她的时候 你完全忘记了吗 哦 没有没有 那时候 我真是不懂礼貌 我怎么竟敢 可是她一想起这个 不由地 大哈哈地大笑起来 Emma忍不住说 我猜呀 你当时在 困困之中 拿我们大家开玩笑 一定觉得 很有趣吧 我肯定准时 这么回事 我肯定 这对你来说 是一种安慰 哦 不不不 你怎么能猜测 我做出这种事来呢 那时候 我真是个最可怜的人啊 还没可怜到 不会取乐的地步 我相信 你觉得把我们 大家都蒙在鼓里 一定很快活吧 也许 我比较喜欢猜测 因为 老实告诉你 我想 要是处在 你那个地位 我也会觉得 这很有趣 我想 我们之间 是有点相像 他 虚了一躬 即使我们在 性情方面 不相像 他露出 深有感触的神情 马上 补充说 我们的命运 还是相像的 这命运 将把我们 同两位 比我们自己 高超得多的人 结合在一起 对 对 他热情地回答 不 就你那方面来说呀 不是这样 没有人再比你高超了 可是在我这方面来说 那完全对 他是个 十全十美的天使 瞧他 他的一挤一动 不都像个天使吗 你瞧他 喉不得形状 瞧他看着 我父亲时的 那双眼睛 你听到了 一定会很高兴 他低下头 一本正经地 用耳语说 我舅舅打算 把我舅母的珠宝 全都给他 要把他们 重新镶嵌一下 我决定情终一些 做成一个头饰 戴在他的 黑头发里 不是很美吗 真的很美 艾玛答道 他说的 那么亲切 以致他感激地 脱口而出 又看到了你 我是多么高兴 还看到你脸色 这么好 我再怎么 也不愿错过 这次见面的机会 你要是不来 我也肯定 要到哈特菲尔多 去看你的 别人都在谈论孩子 菲斯特太太 讲了昨晚 那娃娃 似乎不大舒服 她受了点惊 她相信自己太傻 可是 这确实使她受了惊 她差点 派人去把 培瑞先生请来 也许她应该 感到羞愧吧 可是 威斯特先生几乎 也跟她自己 一样不安 不过 十分钟以后 孩子 就 完全好了 这是她讲的 经过情况 伍德豪斯先生听了 特别感兴趣 她想到了 派人去请 培瑞 她大大夸奖 只是她 没派人去 她却感到遗憾 如果孩子们 看上去有一点 不舒服 哪怕 只是一会儿 她也应该 去把培瑞请来 她再早惊慌 也不可能嫌早 再多请培瑞 也不可能嫌多 她昨晚没来 也许很可惜 因为 虽然孩子 现在 看上去好了 可以 说很好 但是 如果培瑞来看了 也许会更好 弗兰克 球球 听到了这个名字 培瑞 她对培瑞说 同时 想引起 菲尔菲克斯小姐的注意 我的朋友 培瑞先生 他们说 培瑞先生什么 她今天早上来过 她现在 怎么旅行 备了马车没有 培瑞马马上回想起来 听懂了她的意思 她也跟着大笑起来 只是这样的脸色表明 尽管她装作没听见 其实 也听到了她的说话 我的那么多的奇特的一个梦 她嚷了起来 我每次想到她 都忍不住要笑 她听见我们说话 她 听见我们说话 菲尔菲克斯小姐 我从她的脸颊 她的微笑 她那副 突然 要皱起 眉头的样子 看得出来 瞧她 你看不出来吗 这会儿 她心里告诉我 这件事的那一段 正在她眼前闪过 这整个过错 都展现在她面前 尽管她假装 再听别人说话 她却不能 注意别的事情 这一时忍不住大笑起来 等到她朝她 转过身来 脸上还留着笑意 她不好意思地 用低沉而平稳的声音说 你怎么还留着 这些记忆 真叫我吃惊 记忆有时候 是会冒出来 可是你怎么 还勾起这些回忆呢 她可以用许多 很有趣的话 来回答她 可是Emma 在这场争辩中 主要同情的却是Jane 在离开 伦德尔斯的时候 她自然而然地 把这两个男人 做了比较 尽管她看见了 Franck 求求感到很高兴 而且也确实 把她作为朋友看待 可是她 以前 却从没比现在 更感到 Natalie先生 品格高超 做了这个比较 她不由地 深深地 思考起 她的高尚品质来 这就是 这最快活的一天 快活到了 顶点 爱马 第三卷 第十九章 如果说 爱马 有时 还为 哈利艾特 担心 还有片刻 怀疑 她是否真的 可能真的 不再想念 Natalie先生 真的心甘情愿 答应嫁给 另一个男人 那么 她不久 就不再这样 时常怀疑了 只 过了几天 那伙人就从伦敦来了 她一有机会 单独 同哈利艾特 在一起待一个小时 就完全满意了 确实难以解释 Robert Martin先生 已经完全代替了 Natalie先生 正渐渐成为 她将来 幸福的全部 哈利艾特一开始 有点苦恼 看上去 是有点傻呵呵的 可是 一旦承认了 她过去的放肆 愚蠢和自欺以后 她的痛苦和困惑 似乎随着言语消失了 她对过去不再关心 而是对现在和未来 充满了喜悦 至于她朋友的赞同 艾玛 一跟她见面 就向她热烈地祝贺 这就打消了 她在这方面的一切担忧 哈利艾特 乐滋滋地 把在 阿斯特利广场 剧场度过的 那个晚上和第二天 那餐饭的每个细节 都告诉了她 她真可以 欣喜若狂地 把全部经过 都详细谈出来 可是 这种详情细节 说明了什么呢 艾玛现在承认了 事实是 哈利艾特始终 是喜欢 罗伯特·马丁的 她也一直爱着她 这就让她 没法拒绝了 如果不是这样 艾玛倒会完全 无法理解了 然而这件事 是很令人高兴的 她每天 都有更多的理由 来这样想 哈利艾特的家事 已经打听出来了 原来 她是一个商人的女儿 她有钱 能供给她维持 以往那种舒适生活 她顾全面子 一直希望掩盖这种关系 这正是艾玛以前 乐于保证的 上等人的血统 也许 那本来 也可能像许多 绅士的血统 一样没有污点 可是 她一直为 奈特里先生 或者 球卷一家 或者 甚至爱尔伦先生 准备的 是一种 什么样的 情有关系呢 私生这个污点 没有高贵身份 或者财富来粉饰 确实 会是个污点 父亲这方面 没提出什么反对 这个青年 受到宽大的对待 事情 就像应该的那样发展 罗伯特·马丁 现在被介绍到 哈德菲尔德兰 随着艾玛对他 越来越熟悉 他完全承认 他 看上去很有头脑 品德也好 这些都能使他的小朋友 将来生活得很幸福 他不怀疑 哈利埃特 跟任何一个 性情温和的男人 生活在一起 都会获得幸福 可是 跟他生活在一起 住在他的家里 却有希望 更加幸福 更加安全 稳定 而且进步更大 他会生活在 那些既爱他 又比他 更有头脑的人们中间 隐退的安全 是的 退隐的安全 网络的愉快 他永远不会被引诱 别人也不会让他 受到引诱 他会受到人们的敬重 而且 生活的幸福 艾玛承问 是的 艾玛承认 他是世界上 最幸运的人 在这样一个男人心里 培养出了 如此忠贞不渝的爱情 或者说 即使不能算最幸运 那也只不过是 不如艾玛自己幸运罢了 哈利埃特 必然尝到 马丁家去 所以 来哈利特菲尔德的 次数 越来越少了 这没什么 可感到遗憾的 他跟艾玛之间的 亲密的关系 只能淡默下去 他们的友谊 只能转变为 一种比较冷静的关系 好在 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 似乎都已经在开始做了 而且 是用很自然的方式 逐渐做的 在九月底以前 艾玛陪哈利埃特上教堂去 满心喜欢的目睹 他跟罗伯特 马丁结合 任何一种回忆 甚至 同站在他们面前的 艾尔顿先生 有关的回忆 都不能损害这种喜悦 那时 他也许真的几乎 不把他看作 艾尔顿先生 而只把他看作 是下一次 可能在 祭坛上 为他祝福的牧师 罗伯特·马丁和 哈利埃特·史密斯 这三对情人当中 最后订婚的一对 是 第一对结婚的 俊菲尔顿先生 已经离开海伯利 回到了 同坎贝尔夫妇 一起生活的 那个可爱家庭的 舒适环境中去了 两位 Chirgel先生 也在伦敦 他们只是在等待 十一月来临 这中间的那个月 是艾玛和 乃特·里先生 敢于显定的月份 他们决定 应该趁 John和 Isabelle 还在 哈特·菲尔顿的时候 成婚 这样他们就可以 按计划 离开两周 到海边去游览 John Isabelle 和其他朋友们 都一致赞成 可是伍德豪斯先生 怎样才能使 伍德豪斯先生 抖音呢 到现在为止 他每次提起 他们的婚事 都还以为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第一次 就这个问题 探他的口气时 他是那么痛苦 叫他们简直 都绝望了 第二次提起时 引出的痛苦 确实小了一些 他开始认为 啊 是要结婚了 他阻挡不了了 这是他的思想 去向屈服的 很有希望的一步 不过 他还是不高兴 是啊 他看上去 那么不高兴 使他的女儿 都泄气了 他不忍心 看他痛苦 不忍心知道 他认为自己 被忽视 两位 奈特利先生 都叫他放心 说事情一过去 他的痛苦 也就会很快过去的 虽然他心里 也同意这个看法 他 却还是迟疑不绝 不敢进行 在这种 悬而不绝的状态中 他们得到了帮助 倒不是因为 伍德豪斯先生 突然心里 明白过来 也不是因为 他的神经系统 有了什么神奇变化 而是因为 这个系统 应另一种方式 起了作用 有一天夜里 维森特太太 家禽房里的火鸡 全给偷走了 显然 是有人用了 巧技干的 附近一带的 另一些禽兰 也有了损失 对于 伍德豪斯先生的 恐惧心理来说 偷窃 董于 破门而入的 抢劫 他非常不安 要不是感到 有他女婿在保护 他真会每夜 都胆战心惊 两位 奈特利先生的力量 果断和镇定 得到了 他充分的信赖 只要他们两人当中 有一个人在保护他 和他的一切 哈特菲尔德 就会平安无事 可是壮 奈特利先生 在11月份的 第一个周末 非回伦敦不可 这样苦恼的结果是 由于他 比他女儿当时 敢于希望的 更加自愿 更加愉快地同意了 他得以定下 大喜的日子 在罗布丁 马丁夫妇结婚后 不到一个月 艾尔顿先生 就给请来 为奈特利先生 和伍德豪斯小姐 举行了婚礼 这个婚礼 和其他男女双方 都不爱讲究 和排场的婚礼 非常相像 艾尔顿太太 根据她丈夫 详细讲述的 种种细节 认为这个婚礼 太寒酸 远远赶不上她自己的 很少雪白的段子 很少精美的面纱 太可怜了 塞尔顿婚礼 塞尔顿听了以后 只会目瞪口呆的 可是 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 目睹婚礼的 那一小群 忠实朋友的住院 希望 信心 预料 在这美满 幸福的婚姻中 全都 成了事实 请不吝点赞尔顿